法国巴黎当地时间4月15日傍晚 有80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 大火猛烈 导致圣母院塔尖倒塌 建筑物损坏严重 天花板基本被烧毁 玫瑰化妆损毁严重 这一世界级的顶级文物的损毁 不仅是法国的损失 也是全世界的损失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巴黎圣母院的历史典故和传说 1163年 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典籍 开启了这座法国哥特式建筑代表作的建造工程 它有多古老呢 它开工的1163年 新契机刚刚开始为南宋作官 它竣工的1365年 朱元璋刚刚开始当和尚 教堂顶上上千根木材 里头一半可以追溯到1147年 圣母院之所以文明于世 是因为它是欧洲建筑史上一个画时代的标志 在它之前 教堂建筑大多数笨重粗俗 沉重的拱顶 粗矮的柱子 厚实的墙壁 阴暗的空间 使人感到压抑 巴黎圣母院冲破了旧的束缚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轻巧的骨架结构 这种结构使拱顶变轻了 空间升高了 光线充足了 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 很快就在欧洲传播开来 巴黎圣母院是欧洲早期 戈特式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代表 它是巴黎第一座戈特式建筑 即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于一身 原为纪念罗马主神朱毕特而建造 随着岁月流逝 逐渐成为了一座基督教的教堂 另外 1804年12月2日 著名的拿破仑加冕仪式就发生在此 魔鬼的契约我们都很熟悉 它经常出现在一些西方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 这个典故正是来自巴黎圣母院 13世纪 巴黎圣母院的工程正在缓慢地进行中 一位年轻的学徒铁匠 比斯科尔奈 雄心勃勃地想为巴黎圣母院的大门 铸就一组精美绝伦的锅链 以期待用这个宏美的工程成为一名伟大的铁匠 比斯科尔奈虽然得到了这次机会 但条件是 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锅链制做出来 否则就会导致大教堂无法按时竣工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前途与名声还是小事 万一将来灵魂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被丢进地狱里 那就糟糕了 年轻的铁匠日思夜想 可他遇到了技术上的难题 无论如何 也无法在预定的工期内完成锅链 比斯科尔奈在醉酒后终于忍无可忍 愤怒地把图纸扔进了火炉中 然后就倒在地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紧接着魔鬼出现 提出了魔鬼的契约 魔鬼答应他 我帮你完成锅链 但代价是 必须把灵魂交给魔鬼 当工匠从梦中醒来 在他旁边 铁链真的整整齐齐地堆在了那里 圣母院大门 那条精美绝伦的铁链 就这样奇迹般地诞生了 当巴黎圣母院 在经历了上百年的修建之后 终于竣工 人们准备打开那三扇沉重的大门的时候 他们却发现 无论如何也推不开 主教大人最后手持圣经 把圣水洒在脚链上 门才支支压压地被推开了 巴黎圣母院的大门由三个门组成 去过巴黎圣母院的人 一定会被大门上精美绝伦的浮雕所震撼 三个门中央最高锁的门 正是末日审判大门 你必须走到大门下 将头养成与身体几乎垂直的角度 才能最终看清大门最上端的 末日审判浮雕 浮雕最上方的中间 是耶稣基督正在进行末日审判 在他下面 左边的天使和右边的魔鬼 正在用一杆秤量出 每个世人的灵魂的重量 高上的灵魂向左 升入圣洁天国 卑劣的灵魂向右 被打入硫磺火湖的地狱 在巴黎圣母院的北侧 有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小门 走进小门沿着窄窄的旋转楼梯 就可以来到 距离地面46米高的奇幻怪兽走廊 这条走廊的得名 是因为栏杆转角处 装饰有许多怪兽雕像 这些由欧雷勒·杜克 创作的奇幻鸟兽 杂交动物和传说中的怪兽 三三两两地栖息在圣母院钟楼之上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斯提志 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巴黎 津津有味地坐着 观赏城市的物幻星移 斯提志这个词源于希腊 源于是夜宵 是中东一带传说中的暗夜精灵 这些怪物面目争鸣 长着蝙蝠的翅膀和尾巴 有恶魔的姿态 人们把他们放在门口以避邪 相传亡灵巫师会把生命灌入这些雕像中 让他们可以行动 他们有着石头般坚硬的皮肤 刀腔不入 唯一的弱点就是怕光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蹲坐在这里 好几百年 好像在思索着 他们脚下那群巴黎长岭 人们的命运 在圣母院门口外的圣母院广场中 有个圆点纪念物 这个点大小类似于地下水井盖 为八角形 旁边刻有Point de France的字样 圣母院处于巴黎的核心 是以此为焦点向外做童心园式拍着 法国人便把圣母院的入口位置设为圆点 然后将法国其他城市的坐标 以此起算 所以当人们站在圣母院前 也就是处于法国的中心点 可想而知 圣母院在法国人心中的位置 是何等重要 在教堂的正面 有个无头的雕像 他是圣丹尼斯 他是巴黎的守护神 在公元三世纪 圣丹尼斯在罗马统治时期 将基督教传入巴黎 后来他惨遭异教徒斩首 他捡起自己的头颅 走了六英里 并一路不倒 第二天 他走到了一个地方 将头洗干净 然后才死去 这也是为什么 雕像的头在手里的由来 现在巴黎还有另外一座 圣丹尼斯教堂 来专门纪念他 经历了如此严重的火灾 巴黎圣母院的修复 肯定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庆幸的是 游戏公司玉璧 在开发刺客信条大革命的时候 曾经花了两年时间 造访研究巴黎圣母院 并在游戏中 一比一地重现了巴黎圣母院 外媒也表示 精细的3D图像资料 或许能对巴黎圣母院的修缮工作 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算是坏消息中的一个 小小的好消息吧 在没有办法亲身游览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也只好到游戏里 去重温巴黎圣母院的圣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